接著請農業局蓄產管理科林村城記事來簡報 工廷會主持人我們黃秋英黃議員 還有我們比亞會議員 還有趙天林服務處的羅密書 那還有我們兩位專家 還有我們縣市政府 其他的單位還有農業水議會等等 還有我們最近最幸福的養豬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接下來由我來簡報我們這次公會的議題 那我們的主軸我們就把它放在 我們污染防治測試的補助這個部分 那其他有關的法律宣告 大概在其他的場合 我們都有跟我們養豬人同事 這些朋友已經有宣布過 那有需要洽詢的話可以直接來找我 我是虛產科 我忘了介紹 我是虛產科 污染防治承辦 我叫林昆成 那我今天的簡報內容大概就分一個前沿 那污染防治主要是設備的補助 那第三個我就分享一下 從四月底一直到大概六月底 我們針對迷國區十一個家的養豬場 一個步道成果 那最後再做一個結語 那現在我們養豬場 在一般民眾或是說居民的眼中我們虛木場常被視為是一個林幣的設施 所謂的林幣設施就是不管你的一個產業 在我們農林裡面農林一幕 我們這個蓄產業目前經營是非常的困難 就算你想要用新的環保性蓄設來設廠的話 民眾還是反對 所以這是我們要去應應的 接下來就是民眾的環保醫師越來越到漲 那我們的其他法規 其他縣市有點那個自治條例 相對的也限縮了我們產業的發展 那理論上我們剛剛是目前還沒有打算朝這個方向去進行 為什麼不朝這個方向進行 像現在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時候 其實各國都有所謂的糧食危機 那我們這個蓄產業其實也 負了一個很大的責任 就是生產我們民心的必需用品 這個豬肉產品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生存 當然你的污染防治設備 就要去妥善的處理跟應用 使它組合環保法規 以至於才有辦法永續的進行 那另外一個要思考 就是現在最夯的一題叫做農業的循環經濟 就是廢棄物如何再利用 讓這個原來是廢棄物的東西 可以讓它資源利用化 變成是綠能或者是堆肥 農田的肥分使用 那在我們農政單位 它推用的步驟大概就有個四種 主要是污染防治設備補助 補助訊管的床 做更新或真實的污染防治設施 來提升你的防治效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會 每年都會針對訊物廠做例行的方式 透過我們光顧我們的力量 來監督你們去正常開機操作 以至於說符合相關的方法法規 那另外我們也提供了有這個補導體系 有廢水的 有廢水再利用 有錯費防治 甚至有現在最夯的循環經濟 或是現在早期發電 另外那我們也編列給產業團體來舉辦 一年一到兩次的這個教育宣導會 那這是今年度 那這是今年度 109 美元度的 富染防治的設備相當的補助 大概有16項 那每一個補助都有不同的改善屬性 有廢水有臭味 也有資源化利用 那補助的金額大概從2萬到50萬都有 那自己這50萬就是現在比較夯的在推的 就是生物處理機 就是自廠的那個死廢區處理 以至於降低這個疾病防治的一個需求 那主要也是因應說 現在環保高漲 那我們死廢區的處理單位 叫做所謂的化製廠 其實他們也一樣面對錯位 跟這個民眾承抗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來努力說 是不是我們假如廠夠大 你的飾養投資過多的話 是否可以考慮自家去設置這個化製處理機 那我們現在農委會也有在補貼 那一場最高的補助50萬 那這個補助呢 我們原則上就是你花100萬 我就是補你50萬 每一個設備補助都有它的補助上限 那以下這就是我們近幾年 就是常推的 比如說偵測第二次布浴分離機 或協助你們做紅衣椒給大家更新 甚至說呼吸器的更新 這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你們的廢測設施 或防治設施可以增加操作 那這幾個設施其實都有處理 讓我們廢測處理效能提升的一個效益 那在故意分離機的話 一場就是補助6萬塊 那原則上你們還是要致付6萬塊的金額 那這主要的目的就是盡量把我們那個 原備水中的物行物給去除 然後降低後面我們對於處理的操作 是我們放流水的水質可以符合標準 那這是紅衣椒給大家更新 那近幾年因為要推動力呢 就是所謂的早期災利用 所以這個設施目前是不單獨的補助 那假使說兩組朋友有需要 我們還是可以來爭取 只針對紅衣椒給大家做補助 那可能不得比廠的補助商業在 就只有1萬塊 我以上先說明 那這個也是我們農政黨在推的 所謂的結形式 或是源頭減肥 那主要推動的大概就是這幾個部分 結水型蓄設 把傳統的平面水泥諸設改為高床結水型的宿舍 或者是說你對你的廢水處理設施 處理的很有信心 那你還可以來走這個廢水循環再利用 然後來沖洗大株或分料口 以降低排放出去的量 或者是說我們推個高壓清洗機 用這個強壓高壓的這個水柱 來清洗這個所謂的分娩色 或保育色的高床設施 以降低用水量 以減少排放量 那這就是我們農政黨會 在九十五年有做一個養豬場 這些人都使用手測 它有相關的規定 原理上你假如做這個補助的話 我們每年大概推二到三場的 廢水循環再利用的補助按鍵 那本來要提醒你們的就是 可能設置後或設置前 這部分可能要跟環保單位去做那個 環保單位去做那個 環保單位的變更或修正 那照當初這個手測的推動的話 原理上你做這個設施的話 至少要三顆水錶 就是原廢水淨油要加一個水錶 那拉回來使用要加一個水錶 排放口原來就有一顆水錶 所以你至少就是要裝設三個水錶 這是當時候讓你先到所設所做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不錯的 你只要對你的被水處理有信心的 那你就可以拿這個補助 甚至可以減少你排放水的水量 進而降低的水不配的 它的花費 那這是除錯設施 主要很簡單就是在飼料或飲水中 添加這個生物除錯設計 達到一個米湊 降低那個EUA被呈現的事件 那這是一個米湊噴霧除錯設施 那這也是中山大學周老師很用心在推奉的一個動作 你只要聚募場願意 聽從我們專家建議 假如有做這樣的拍攝的話 其實它意味可以降得非常低 現在的法規標的叫救治的話是無視 那新設廠的話 都看你的區域在哪裡 也要是善事 假如做這樣一個防治拍攝的話 其實意味真的被減少很多 那這是現在在推動的 有沼氣再利用的一些設施 有這個沼煮 大概就幾個設施 現在比較常 對的沼氣保溫燈 那沼氣熱水爐 那底下是一些簡易的那個沼氣爐 你可以拿來煮熱開水 或者說拿來有些農務 或是用一個蒸泡茶 裡面也可以用這個 很好的一個配利用的一個設施 因為我們在善斷式的處理裡面 它就會產生沼氣 那沼氣拿來利用的話 對溫室氣體的減量也很有很好的貢獻 所以我們養竹廠 假如你有紅衣膠底有沼氣的話 我們盡量切瓶來 身體那個沼氣再利用身體的補助 這個是去年在高雄田寮推的一場 以前常用的是這種保溫燈 那我們現在假如你的沼氣量不夠的話 我們建議說你對用保溫廠的概念 你只要加一個沼氣熱水爐 那這個熱水它是循環使用的 所以你的沼氣的使用量 就不需要那麼多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整個的輔導體系 有沸水 有分寮血絲罐個案在利用 臭味防治 甚至早期發電 有這麼多的團隊 但假如我們有需求 都歡迎你們跟我們洽詢 我們再找這個專業的團隊來協助 做改善 這個是我們沸水的處理的模式 原則上我們就會先提供我們本市最需要改善的 名單給我們這個團體來做補導改善 那怎麼提供 原則上就是針對水無法被開發最多的場優先 另外一個就是你假如對你的沸水想要有心改善 你也可以主動來找我們 我們這是完全免費的 那這是今年我們還是有一個推動的目標 大概就三大類 這個分尿水資源化我們還是強力推動 其實分尿水資源化的推動 其實對你們沸水處理改善 是有很大的一個注意 所以大家可以的話 除了符合法規 那這個應該好好的來利用 我們把沸水並起的排出的話 降低你那個沸水操作的處理效能 因為常常很多的舊有沸水處理設施容器都不太夠 那你假如可以參加資源化的話 把沸液拿去當培分 那你就可以投出空間 你沸水處理之後也比較容易補合標準 另外一個是你假如有心要改善的 那你也可以主動來找我們 我們這裡其實也有節水已經蓄車的補助 只是說在現在這個氛圍之下 很多的農務不太願意花太多的金費去做改善 但是你假如是年輕人二代要接的話 很歡迎你們 一場至少大概六十萬的補助 蓄車的改善 但是相對你也要負六十萬 那第三就是我們跟農業 跟環保檔位一樣共同層 那這推就是 費血共同層處理廠的設置 接下來就是各廠的養豬廠的早期再利用 為什麼會可以早期再利用 假如你為了發電的話 你的費血處理效能 你就會增長器操作 為什麼 增長器操作你的早期產量才會穩定 這樣你收電還有收音 那這是資源化的規定 那環保檔位也有提過 那我就不再退出了 那現在資源化大概就這三種 環保檔主管機關 退了農會個案在利用 環保檔機關現在主退了早一早早 另外還有環保檔位授權的放流水只在交換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假如要申請放流水只在交換 因為它法規規定就是你的放流水要符合標準 所以你們假如要申請這個 請大家延商在意 因為你這個 他們只要湊之前放流水都不過 那可能就有後續的處罰跟開滑的問題 所以我是盡量建議我們養豬廠朋友 可以的話盡量走第一個跟第二個的資源化再利用 比較沒有開放水操作的問題 那這大概就區分 你有紅裡焦皮帶的就走早一早早 沒有紅裡焦皮帶的 那可能就來走我們農業的農費個案再利用 那這個是就是四月底到六月底左右 我們針對的我們11家的METRO的養豬朋友 很用心的每一場都跑過了 那11場裡面大概有七場我們協助他 取得一些設備改善的補助經費 那陸入序域都來建制中 那至於說有一些他過來提出申請的 不是他補原因 有一些是他本來他的飼養投資就比較少 所以其實他環保問題就相當不一樣低 那假使說你們還有其他的需求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來洽訊 那最後一個就是專家的部分 那就是今天有在場我們周老師 他也很辛苦了 我們兩天就把這11家每一場都跑完 也給了每一場幾乎都有那個規劃書 讓我們廠商兩種書來做參考改善 那以下我簡單講的這幾個案例場 這個新春新就老闆在這邊 他本來的紅利教育但是 比較老舊已經老化破損了 其實他就有利善的問題 也有錯位的問題 那我們其實他有這個代善 那就把他原來比較破舊的 公理教育的翻新問題 就讓他更新 那老師針對這一場的話 其實他已經也有裝設本物出錯設施 那飼料中也有評價這個出錯級 所以相對他的那個 異位問題這場是比較小 但是老師有一點的話就是 因為異位問題少 那代表因為當時去補導 他還是很用心的在重啟這個出生 那相對就會產生背血量會增加 所以有提點說廢水的部分要小心一點 那另外一場就可能大家都比較 比較關注的就是浮量牧場 其實他的設備主要也有 廢水的問題、臭味的問題 那他有一個組臭味來源就是 可能有一個 將近300平方米的一個 煎氣燃氧池 那時候也請了西製所的一個 蘇天明博士來去輔導他 我們那時候是建議他用 比較密的那種黑色的擺機 把整個都蓋起來 那6月19號的時候 周老師也來 我們再次的補導 老師的感覺是 你這個單元的異位其實就聞不到 除非你真的要走進 他的設施 然後打開他的那個 那個黑網邊部才聞不到異位 所以這一場的異位改善相對有提升了 那他廢水 我們每次去一定會看到 放流口的廢水 他一直是這個狀態 其實這就是真正操作之後的狀態 你假如說這個還有帶點泥 那可能這個你叫我 把單位去抽葉 SS可能就會炒掉 那他這一場其實 我們這樣很用心的改善 那還給大家一個思考 交易的場子夠大 像浮量這麼大 可能還有其他的農田戶地的話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走循環經濟的概念 我就可以朝著林排放去思考 或者是說剛才我講的 廢水循環在利用 你經過多個方法的減量 然後把比較濃縮的這個 所謂的藻液水減的部分 架到我們農民去 這樣我們農作物 一來你的水 海洋水就少 二來你做過濃度的吸收 的異位其實也下降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接下來這個是 就是復順在迷走國中旁 其實這一場 從我最小接觸 他其實是異位的問題 那這一場的 吳老闆其實他很用心 他負負除搜 幾乎是二十小時的開鎮 那他的除搜配方 從之前做老師推的那個 那個 張鳥金油 但是成本太貴 那現在轉了 用不算化的漂白水 千文之一或五千文之一 的漂白水去做 這個吳老闆他覺得效果不錯 那他費水其實我們 從四月份一直到 六月十二號去看 你看他的 這就是我們 經營主角有用心的話 你的費水會 會給你一個 很好的一個結果 我希望 這幾場可以好好的 繼續保持下去 那 對 最後就做個結 現在環保力士的排頭 那相當法規管制標準 越來越嚴苛 我們畜牧場 如何永續經營 那你的污染方式設施 一定要落實的去做 不然你就 常常會受到滑膽 那我們現在畜牧經營 可能還要考量一下 你的空間夠不夠 那接下來就是 你的費水 那個要真的思考 有效的循環利用 這樣才可以達到一個 友善環境 跟永續經營的一個目標 那以上 這是我留意的環保 謝謝同列給你 最想見識的介紹 好